行车记录器中可以听到平交道警铃响起 所有车辆都在柵栏外等待 但仔细看 唯独一台白色轿车停在柵栏内 火车远远看到长按喇叭 但还是来不及下车 直接撞了上去 事件就发生在10号晚上8点多 当时白色轿车开到花莲吉安乡 到乡村的平交道时 明明已经看到柵栏准备放下来 还是硬闯过去 但他闯入后竟然在平交道内临时停车 导致一台正要由南向北的普雍马列车 来不及刹车撞了上去 可以看到白色轿车侧边的车头 和车门严重毁损 号召镜也被撞断 火车则是紧急停在平交道上 而这起事故也造成列车误点 超过一个小时 首先这起事故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而根据了解这台轿车的驾驶 是一名50岁的蔡姓妇人 经过调查妇人酒册职为零 警方也在讯后 将她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依送侦办